就是因為 闖入 你去哪裡搞得說 他們這裡有鬼幹嘛 目前就經歷過很多官司 有公共危險罪 還有那個妨礙名譽 然後妨礙自由 你不是卡到陰而已 你還卡到官司 對 妨礙小溪 憲哥 憲哥露露 你好 怎麼會選擇這種題材 對啊 你什麼不拍 什麼要拍這個 因為一開始也是做直播拍賣 那時候只有二三十人很可憐 但是有一天 對 有一天看到靈異探險 可以突破一千人 兩千人 三千人 我就嘗試去做 可以突破 除了發現一具乾絲 躺在哪裡還是怎麼樣 它是一家廢棄的醫院 我那時候進去拍攝的時候 它其實我20年去的 2020 對 它17年就有發生過一起命案 就是一樣 它在耳鼻歐科 那我就進去 我就聞到很濃的藥水味 但是醫院問到藥水味是正常的 對 藥水味撐雜一點那種腐爛的味道 我就會心裡就怕怕的 那我越走越深 我就走到裡面的X光四 它就打開門對不對 然後它前面是牆壁 左邊是牆壁 打開門我就要右轉 右轉它就掛在這邊 我就掛在你面前 對 因為一般來講 在那邊 一般來講你看到屍體 一開始看到它會有心理準備 但是我一直一開門 我大概連它那麼近 就跟它對看 對 我就嚇到糟糕它不會出去 而且你是直播那種 對 直播那時候在直播 直播狀態 問題是你是自己一個人去拍 對 我都一個人 好強 這情節 真的很強 因為很多人去拍 我在BBQ 因為很多人去拍有沒有 很多人覺得陽氣太重 你拍不到 我們去那邊就是要拍到 那你就是為了要遇到 就是要拍到那些 後來去報案 後來就去報案 然後法醫 監視人員都有進來 然後我就幫他帶路 要做筆錄 因為你是發現的 對 那時候輪轉就家屬有來認識 然後我們在警局家屬就很難過 其實也是 他一直做好事 對 其實家屬就很感謝我就找到他 有抱紅包給我 我當天有去拜拜 就是把紅包捐向永泉 繼續拜拜求平衡 你有沒有被鬼害過 我有被鬼害過 鬼怎麼害 他其實也不是害 他就是有點像中狗這樣 你有證據嗎 怎麼說 就是我進去到一家飛機的旅館 他其實也發生過兩起的命案 命案 第一次上我進去就看到有法證 你知道嗎 有那個老師來處理過 我就白目 我就去碰那些法證 那樣真的白目 真的白目 你不行 有時候我在直播當下 人家那個是要鎮壓用的 對 你還動 當下我就把鏡頭架好之後 我就開始做空拍體驗 然後體驗 然後我就感覺到身體就感覺想吐 那我就開始流鼻血了 這感覺好兄弟在懲罰我啦 我請假留情 然後我就去撞牆然後暈倒 所以那是你沒意思的 對 那是直播但沒意思的 那當下就沒意思 然後當下我就暈倒 然後那個感覺半夢半醒 有一個小妹妹來叫我起來 然後後來結束之後 我去隔天去大廟拜拜 問老師 因為這一定要去請老師 幫忙蓋一下 那老師就跟我說 之前就是我去探險的地方 我有燒一些紙錢 糖果 帶糖果餅乾去 然後幫這個小妹妹圓夢穿衣服 她就脫夢說她想要穿衣服 我就燒衣服給她 那時候來幫我叫我起來 是 你這個走在法律邊緣 地主要求要登報照 你對地主做了什麼事 就是因為 闖入 你去哪裡搞得說 他們這裡有鬼幹嘛這樣 人家就困擾 其實有些是真的有事發生 但是他不想讓人知道 那我們又敢去接他桑巴這種感覺 因為沒辦法 我們做節目 就必須要把故事講出來 那 目前就經歷過很多官司 有公共危險罪 還有那個妨礙名譽 然後妨礙自由 你不是卡到陰而已 你還卡到官司 對 可以那麼多條 人跟鬼都想觸罰他 對 連人都去 你這個人 對 因為去打擾我的好兄弟 然後法律也想制裁我